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你要一个很特别的爸爸 这个叫做父爸爸 甚至年轻人有一个名称叫靠爸祖 但是你去问一些很有名的 很有成就的儿子 他的感觉可能有另外一种心酸 他会觉得父亲永远是在他前面的影子 这个影子的脚步他跟不上 所以他一直始终在人生的挫折感当中 能不能从父亲的影子走出来 往往是所谓父爸爸或是名人爸爸第二代所面临的挑战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报道一个在电视圈里头的独家故事 徐崇仁的儿子 徐崇仁是统一超商的前任的董事长 他创造了台湾统一超商的神话 身为他的儿子 你想做什么 很自然的 我们今天为你报道的主人翁呢 他30岁的时候就去一个日式系的超商里头 他想超越他爸爸 然后他失败了 那个时候他的人生跌到了谷底 他在出发 如果你是徐崇仁的儿子 你敢做这个选择吗 他选择卖牛肉面 牛肉面卖得非常好之后 他还在他的街角旁边 看了一家花店 是的 父亲的生意做好大 同一超商 全台湾到处都是 7-11 always open for you 可是我的梦想 为我open的是什么 为我打开的梦想在什么地方 他找到了牛肉面 还找到了一个美丽的花店 很小 可是非常美 午餐时间 上班族浇一碗100多块的牛肉面 真的没什么稀奇 只是这碗牛肉面跟传统的很不一样 大量的豆芽菜和葱花 中层是薄薄的牛肉片 底层是细拉面 再加上少数豆皮 压血陪衬 浸泡在红通通的麻辣汤中 放眼望去店里头 几乎十桌里有九桌 都点了这一碗招牌的麻辣牛肉面 又麻又辣透心底 吃完一碗通体舒畅 好吧 这碗牛肉面是有点与众不同 而在厨房里煮面的人 也有一点特别 利落下着面条 翻锅炒饭的这位厨师 毕业于美国伯克莱大学经济系 同时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MBA 不只高学历名校加持 他还有第二点特别 他是台湾超商教父徐崇仁的儿子 顶着名校光环又有父爸爸加持 照理说他可以跟随父亲脚步 待在大庙 比别人少奋斗好几年 但是他却宁可自己盖小庙 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一个100米的选手 他跑了几秒钟 我要 我如果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我也是一个100米的选手的话 我就有一个压力说 我必须要跑得比较快 或者是他如果是一个太空人 他到了月球 那我下次就觉得 我一定要到火星或什么样子 可是我后来慢慢知道说 其实 有这样一个附近 这是已经记忆的事实 那我也不能改变这个东西 那这就是我一个人生的课题 但是我必须要走我自己的路 当然徐安生也不是一开始 就决定走自己的路 30岁出头时 他也曾经进入超商体系 担任日系品牌服饰营运长 却因为和日方经营理念不合 失败收场 跌了一大跤后 他告诉自己 千万不要成为父亲的影子 所以你曾经很想教育 你可以这样想吗 你曾经一定有这个念头的吗 我从来没有那个念头 因为我觉得我不客气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跟我提醒说 你想超越他这个 你想超越他这个 你想要超越他 我有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父亲 可是这是我的父亲 那我是我 那我也有我的路要去展开 不是因为他父亲还是 算是比较温和的 哈哈哈哈 因为有的父亲会 哇跳如脸 然后就打来 或者说会失识 会骂很大声这个 因为我记得我应该服势来展开 于是徐安生决定自己创业 只是让老爸一开始就跌破眼镜 名校出身的儿子竟然告诉他 他要买牛肉面 他本来就跟他开来讲说 如果有一天如果去开计程车 你会不会跟着我 那他就我听他讲这个故事 他就说哦那这样如果 去开计程车那个是比较太极端了 那当然哦那开牛肉面店 比开计程车好一点 独名校儿子要卖面 徐崇仁竟然也没反对 没动用任何流通界人脉 也没投资一毛钱 就放手让他做 创业的路果然很颠簸 徐安生开店后前半年 每天只睡三小时 下面条包水饺 扫厕所通通自己来 沉到好不容易才让店上了轨道 徐崇仁才终于悄悄来吃一碗 儿子亲手引发的麻辣牛肉面 一般讲起来 牛肉面都是牛肉而已 那他这个牛肉面蛮特别的 你喜欢吗 所以我现在有点后悔 没有合适看 父子俩反倒因为创业这个话题 从疏远便靠近 但是徐安生的梦想 当然不只是当牛肉面店老板而已 鞋业里留着跟父亲一样 创业家的风魔英子 徐安生要把牛肉面店 变成连锁企业经营 更冲突的是 他宁愿牺牲牛肉面店 可以扩大空间的座位 发展了事业的第二个版图 街角的迷你花店 我常常去国外 比如说去法国 或是在东京街道 就会看到一个小扣呢 就是一些花 那即便是我一个 我一个这种男孩子 上班族看到那一号 我都还是会觉得 很幸福 其实一般的花店 他们会把花放在 比如说冷藏的冰箱里面 但是我觉得在视觉 或者说在跟人的那种 接近度上面来讲 就差很多 那我在国外看到的 这种花店 是整个就是在你的面前 他想营造一种氛围 城市里随处的一个转角 矗立在台北街头 不同的小小花店 即使不买花 只是路过 都是一种幸福感 如果想变得跟别人一样 我们永远追不上 唯有忠诚地成为你自己 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然后在不知不觉中 改变一座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